今天阴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比较推荐的这一套新房子 一打开门就是蛮宽的一个感觉 但是这房子实际面积并不大只有2300多尺 然后左手边就是一个书房 然后它这书房是有门的双开的门 今天我来拍摄的时候天气有点阴其实 但是房子里依然很亮堂 因为它这个房子窗户多 然后我们再这样看往右边走 这边是洗衣房 洗衣房的旁边是车库 然后车库再往旁边走是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我们看到的这个房子所呈现的装修的状况 包括地面包括大理石台面包括橱柜 都是您看到样板件什么样 您拿到的线房就是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建商挺实称的 因为很多建商的样板件非常漂亮 结果你拿到的线房它就告诉你 任何一个东西都是upgrade 就要重新花钱 现在我们就来了它漂亮的主客厅 客厅是大的高挑的客厅 这一面看就是这样 这个户型确实卖得特别好 已经卖过很多套了 但是一直没有拍视频 几乎在这个价位区间来看的客户都会蛮喜欢这个户型的 你看它两面大窗户 然后就很亮堂 随便摆摆家具就显得房子挺好看的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厨房 有烟道 然后这是厨房的一个储藏间 也蛮够用的 整个房子是四个卧室 两个半洗手间 有半个洗手间是刚才我们看到过的 然后现在呢 我们再从这边看一下这个高挑厅 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还挺漂亮的 我们现在过来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它的主卧了 开门进来 它这压门间的这个床特别高 是两个box那种床 然后洗手间 这个房子的主卧的这个门是一个双开的门 所以挺挺漂亮的 然后这个主卧的洗手间是没有浴缸的 它是两个这样的洗手台 然后这边是个比较大的淋浴 那有浴缸 如果您要浴缸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边就变成了浴缸 然后旁边这边 现在是一个储藏间 如果这一面是浴缸的话 那这一面就是一个淋浴间 所以淋浴间就会变小 然后这边这个门呢 就是一个马桶间 往里走 就是衣帽间 这样的一个衣帽间 好了 现在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现在这一个两层的房子应该只有一套线房了 其他的房子都没有建好 如果你想买一套七房的话还是有的 如果线房的话可能只有一套了 楼上右手边这是一个活动室 刚才您看到的这个门 这个门是侧面阁楼的一个门 好 现在我们去另外一边 这一边呢是一个洗手间 两个洗手台 然后走进来 是有浴缸 上面是淋浴 然后再往这边走 是一个马桶 这样的一个洗手间 然后这面呢有一个小房间 这个房间的卧室是上面最小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里面 这个里面是衣帽间 然后我们再往里走 就有两个卧室 先看这边 这个卧室就比较大一些了 比较大的这种感觉 然后在隔壁有一个卧室 这个房子就属于 价格很好 然后小区又很好 然后房间不是很大 但是五脏俱全 什么都有 再加上现在这个小区的这个户心 开的几个section的位置都非常的棒 有一个section就在湖的旁边 所以那个真的很棒 所以当那个湖的旁边的这个section 开新的时候 自己也会再定一套作为投资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哪些地可以建这个房子 给大家指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的湖边的这两套房子 这两套房子还剩下两套一层的 其他的这些都已经卖掉了 还没有建起来 全部被定了 然后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已经盖好的卖掉的 还有没有盖好的也卖掉的之外 其实他们还会开剩下的这几个新盘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空地 这几块空地都是盐湖的 但这几块空地需要价格上就稍微高一些了 因为它一期开的比一期会贵一点 除了这几块空地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能在这个区域的这些房源了 所以它现在的价格还蛮好的 这个小区离亚洲城 也就是Asian Town非常近 它只有十几分钟的样子 因为Asian Town就在Kitty 然后它离这个比较大的一个more 叫Kitty Millmore 也非常近 十六分钟 然后它离这个Kitty的一个浩曼医院 也就是非常出名的姚明和刘翔 都会治病的来的这个医院 十五分钟 所以这个位置还是很方便的 好了 如果你对肖顿逆产感兴趣 或者你想看某一种样子的房子 请留言告诉我 我会尽量看到大家的留言 去拍一些 大家更喜欢看的 价位区间的房子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